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训 2021年5月26日 戈亚尼恩斯冲击纽维尔救生 南美球会杯最后一轮分组赛 在周三清早展开争夺 深处F组的纽维尔救生 将与戈亚尼恩斯上演对决 双方金仗谁能获胜 就可以进军16强 不过打合对于戈亚尼恩斯来讲 也可以接受 两队此役必将大打出手 另外 M直播届时将会有本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F组目前只有一只几十分的球队利伯泰迪 提前获得出现 第二名的戈亚尼恩斯手握8分 第三名的纽维尔救生只有7分在手 除去垫底兼且提前出局的百利斯天奴之外 该组另外一个出现名额 就会在戈亚尼恩斯与纽维尔救生之间产生 也就是金仗双方 由于纽维尔救生与戈亚尼恩斯之间只有二分差距 因此本轮获胜者便可以拿到F组另外一个出现名额 不过值得一提的是 对于戈亚尼恩斯来讲 打合也可以让他们最终进军16强 而纽维尔救生则必须要全力争胜 虽然戈亚尼恩斯在分组赛中只有三球入账 但他们却取得二胜三合的不败佳绩 是该组唯一不败者 而且在无场比赛中总共才是一球 球队防守接近完美 至少要比纽维尔救生略胜一筹 中场丹尼路马基夏斯与前锋Z罗拔图 曾在分组赛战胜头名利伯泰迪的比赛中 都为戈亚尼恩斯进过球 他们本轮依然是戈亚尼恩斯取分的关键人物 你正在收听的是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敬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